加油 接下来,我们志光老师跟我们说 有一天,你们在桌上斑斑斑,这么久了后 会发现这些人受伤的事 是是非非 所以说,你就带着 这样,志光老师就说 你叫做? 博式命博 接着,老师就这样说慈悲哦 你们不懂 就是要在世世卑卑,人舌笨杂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误告到 也因为在这世世回归当中 我们才能有真正的受伤 如果大家,全方都是一片的和气 这样,这不就是大同世界啊 就是一个迷路进度 那我们还要想什么,还要犯什么 那前行,大家都知道哦 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 有不同的教导方式 也不赶快脾气,毛病 所以说,志光老师也曾经说 那每一个徒儿,都是一个灵感 灵灵感感 有一个想法会互相去伤害到对方 那在修营里面,也是互相做一个调试 互相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如果每一个人当中啊,可以慢慢去调整自己的话 就像志光老师的圣经也曾经说过 既要小肝胸的灵灵,大家的心都会伤害到对方 那后来,这当然正经就不会崩化 那由此可见,如果心思大家都朝向正能量,善良的方面 那我们当下也就是一个迷路净途 当下也就是一个大红世界 那后学进行的敬礼的第三点 那第三点就开始了 后学必须要跟各位前写人报告一个真实的周刊里面的报导 有一间大学 这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 这个教授有两个很得意的门生 第一个叫做天才行 他这个学生啊,非常聪明哦 他不管在车车啊,还是做一些论文报告啊 都很快,很快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所以说,这些天才行的学生啊 都一定是在他这班报第一名的 那第二位,就是一个苦学型的,比较苦干啊 这个,他虽然没聪明,但是他会利用一些课语时间啊 去图书馆啊,去搜集一些资料 所以他慢慢在学习方面啊,露出他的头角 所以说,在这班苦干型的学生 它就是报第2名 那这教授呢,他就是接着去这边有一个研发的专案 那当然,教授ua这个阳发了之后啊 他已经提起他们性的得意的门生嘛 所以这两个门生就开始绰讨论 这段来营业一年后啊,拿出来苦干 turned to a cup a song 我觉得这个专案太简单啊 我沒有想要再浪費時間在這裡 然後他就跟苦幹型問說 你又要繼續做嗎 結果苦幹型這個學生是跟他笑一笑而已 那後來到第二年的時候 這個天才行又來找苦幹型說 我感覺在用這個專案的時候 教授跟我的意見完全不同 而且都不溫和 我覺得在這邊是浪費時間 所以我已經決定了 我要離開這個教授 我也不在做這個專案 然後他再一次再問這個苦幹型的 苦幹型這位學生也是一樣 又對他笑一笑 那所以這個天才行他就離開了 就沒有研發這個專案 那所以到八、三、三的時候 苦幹型的這位學生 他真的把這個專案完成起來 所以有很多的記者、組刊 就來訪問 那當然在那方面他受傷 先感謝這些記者、這些組刊 說好處理 有他們的副詞 給他這個學習 所以他今天才能夠把專案研究成功 但是他也是要教授所有的人 跟訪問的人 做一個 他媽媽如何去教授 他如何去感恩他媽媽的心 因為他媽媽前一世的時候 常常都跟他講一條故事 好,各位請選 我們來看這個故事 媽媽就要跟他說 說在那個古早的時候 那時候 相對為天上 放一條索子 來 那 調色到白面 的時候 你就跟白面 所有人說 如果 如果 有人 可以一定 為這條索子 在這條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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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上 很多人 大家都要搶 搶去 因為搶去 先搶去的人 可以拿到西吃之寶 第一位 他就開始搶 第一位 搶到500公舟 他當時 心裡就想說 我搶到500公舟 我沒看 索子 在這條索子 各位前选,你看看我,手冷氣就塞下去了 那接著再來第二位,第二位,他就開始很認真,在白,在白到一萬公車的時候 當下第二位就想說,還是要再白多久,我去頭看看,同樣,頭一下起來,手冷氣再塞下去 那接著呢,就是第三位,就真的一心一意,對著這個塞子白去,連流到後來,因為他沒有當初期望,也沒有看到上面,也沒有看到下面 所以說,他開始,真的可以當這條西式之寶,好,各位前选,我們來看我們的恐怖主婚 我們的老母娘這樣跟她說,母槌金獻救援寧,賢機奧妙,口蘭宣,明知大道悲謠言 現在,我們再請給大家看就知道,這就是我們主婢的老婆娘,她這支三支寶寶,百條這支金帳,要來救到我們這支九六年齡 但是我們知道,豆非常正的頂尾,但是呢,豆是沒有辦法用手去拿,也只有沒有辦法看的東西 所以說,要靠到我們自己的體格,靠到我們自己去拿花 那這裡就跟我們說,我們人如果沒有全身的威,就失調到這個曲眼齁 所以,人情三體,人生鮮,優淨,無體會加紅 那其實,在這支來帶,也是跟我們說得很清楚啦齁 修行,這條路就像我們剛才我們的父親人男主秘書說的齁 要保持著那一點的心,在那希望當中,不管幾年,就是不變粗心 這樣咧,我們修行這條路,才能走得遠,然後才能走得遠 然後,才能走得越走越快,越走越光明 好,那接著後學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支公老師跟我們說 不用勉勒別人,就是夠化自己 因為有大家在我們人世間啊,很多的人事務啊 有一些受到一些誹謗啊,挫折啊 那當然咧,我們依照我們同修慈悲之心啊 去做一個互相的體會,互相的分享 所以說,老師跟我們說,不用勉勒別人,就是夠化自己 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啦齁 那在金線齁,這個故事裡面,後學又想到有一個印度 有一個人叫做劍陀多 那這位劍陀多呢,他是無所無惡不作啦齁 可以說一個非常惡,非常殘暴的人啦齁 只要他一個出現的地方 不管是人啊,是植物啊,是昆蟲啊 一定會受到傷害啦齁 那有一天咧,劍陀多他走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說,土甲咧,有一個很小的地圖 那當然,普通習慣啦,劍陀多多一定是一腳就打下去嘛 那一天,無心埋藝的齁 他就想說,畢竟他也是一腳生命好 我怕他就打下去,不要太打 那各位錢選,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劍陀多他一身當中,所做的,過最高的多 那為他一項好事,就是無胎死,無胎死,這隻最佳地圖 所以說,當然,墜落到那個阿比第一的時候啊 他受到很多的一些刑法 那我們的釋迦摩尼佛啊,他就在天堂的地方啊 因為我們知道釋迦摩尼佛他是一個聖者,無所不知嘛 他就看他阿比第一的時候,看到劍陀多 因為他看到釋迦摩尼佛曾經做過一件回憶的喪事 所以他就躲到這個高層的旁邊,拿著地圖絲 這樣垂到阿比第一 那當下這個釋迦摩尼佛啊,第十八第一,受到非常多的痛苦嘛 結果他投一個釋迦摩尼佛啊,半空中有一條釋迦摩尼佛啊,很緊的 啊,等一下他就想說,我只要有辦法用盡全身的力量去摩尼佛,不定對喔 可以用這條釋迦摩尼佛這個痛苦的地方 所以他丟到這條釋迦摩尼佛,臨近往上一直爬一直爬 他就越爬越開心,他說我將他可以在這痛苦的地方 可是他心念一動啊,他就想說,這條釋迦摩尼佛這條釋迦摩尼佛 有人又對我後面爬起來,如果有人對我,我不是很危險嗎 所以他投一個釋迦摩尼佛,一大票的人跟著他在爬 那當下的釋迦摩尼佛就很緊的,用腳一直撞那釋迦摩尼佛,腳到買了 那對的人也病了,條釋迦摩尼佛,釋迦摩尼佛也撞下去 那這個故事在跟我們說,其實我們今天修道,重點就是這一條釋迦 釋迦是靠一代兼一代傳承下去,釋迦不可以斷 那當然咧,我們今天在這三條釋迦牌的滑船上面 就是要散盡我們的職責,我們的責任,然後把這條釋迦把它延長下去 這才是我們真正的職責 好,那咧,志工老師跟我們說哦,他手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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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所以啊,志工老師就愛我們的徒兒,大家繼續扪心自問 跟我們說,收平是一四人的事情哦,要很久,要長長久久 有時收一年、兩年,又新鮮,也不是收三年、四年,看自己又有越收越重 我們還有,戰戰兢兢兢,如臨生焉,如履薄冰的心態嗎? 那在那十年後來呢,我們就是一樣,保持以前的那些地方 所以,我們就要發心,會去批評到我們的前線 會去批評到我們的前線 會去批評到我們的前線 好,那今日第四點 第四點就是,立長焉,堅定,志向 我們志工老師跟我們出比,我們立官 是要立長遠,陰陰丘,這個長遠 不是跟我們藏綠營哦,那個藏就不一樣了,兩隻的藏是不一樣的 藏綠營的有的,會說經常,這次的犯罪,做不到又立官 立官之後的一樣,就做不到 所以說,在這個時候,自己對自己一定要有一顆堅定的信念 既公老師跟我們說,立定大志向,堅定,勇往直前 不管暴風雨,浪阻擋,教我們要一切開創 我們想到這個前線 不管它是靜姿,我們也是一樣的 要噴向勘磚打,回家會不留意 那當然,在這個策劃心,就是教我們一心一意 雖然我們在這個人心,可以說是一個汪洋之中 但是,要自己,知道自己的志向,做一個道中的大眾了 這樣,以後才可以了諒焰煩香 好,接著,我們好學就跟各位前線分享一下,什麼叫做立宴 所以立宴,就是請上天當我們的見證 因為當我們有立宴之後,我們才可以發心 發心之後,我們才有發動,去行公了完 去… 他有發動… 別說… 好,那各位前線,在法官當中,相信各位前線都知道說 我們以往的星佛菩薩聖人啊,他在世,就是有這個關 因為他在這個關,他就發動去動化中心 在關之後呢,就拿出我們人的一個引擎一樣 我們有這個引擎,我們就有一種發動的力量 那在關,就拿出一個軌跡一樣 像我們都知道啊,國家有國家的國法 我們家庭的,有家庭的規定 而且呢,我們也知道說,不管天上的飛機啊,有的航道 甚至說,海米上的輪船啊,都有一些航道 還有,我們人世上,不管是地鐵啊,高鐵啊,都有一個軌道 所以說,立宴真的非常的重要 有一個軌道,讓我們再羞恥這條路啊 好好地走,好好地往前前行 好,那因為實踐上的關係 所以後學現在,跟各位分享的就是 我們的世尊,一個管道,謹世間的中心 還有,我們的地藏王菩薩,地義不空,世不成佛 還有,我們的孔子聖人啊,學不厭,教不見 還有,我們的阿彌陀佛 這都是,度化世人的一個楷模 還有,我們的觀心菩薩 好,接著就是,希望我們世人得永生 再來的話,我們的觀心菩薩 再來就是,我們的慈父啊,我們的技工老師 他希望我們所有的九六眼影,都能超脫苦海,究竟圓滿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彌勒祖師啊 他希望我們靈感,可以變成一個淨透 好,那當然,我們都知道說,立宴真的非常的可貴 對,可以度眾,然後接著,再來的話 院行,就是大院大行啊,去做了心環才能夠重心 那管理才能夠穩得康行啊 所以說,院是很重要的一個引擎 院是一個軌道 那再來的話,有利宴的話 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嘛 只有我們有這個神觀 那當然,聖天一定會給我們賜齊,給我們賜敵啦 那各位淺賢相信在道場修行的時候啊 都會聽到我們的淺賢者 在誰時,不管我們今週間也不休息菩薩 還是我們的何老前人,原德必君 還有,我們的一首大樓仙 我們都有喔,我們的責恩大仙啊 還有玉德大仙 還有,我們玉賢伯堂的玉賢真人 其實,我們這裡的電背架啊 都跟我們同學 做會收,做會辦 但是,他們都賜到一點的真心嘛 要辦到道具 那當然,這個神窟 派起來的時候 就是一定可以成立到 他的佛國的這個位置 由此可見啊,這也是跟我做一個勉勵啦 所以說,這裡就跟我們說啦 立關,我們的志光老師 都要給我們慈悲喔 立關,怕天地,報關,關心關 立關,如收銘,冬關,不補天啦 這裡,我們的志光老師都要給我們慈悲 跟我們一定要立關 為了立關,才可以走到天地 因為天地,他知道了啊 就能給我們慈悲 給我們慈悲 那,同樣啦 我們立關,這個神 一定要照顏日行 照顏日行 照顏日行 這裡就讓我們說 收顏如收銘嘛 這樣靠進去 高負到我們的天溫修到 而且,很重要的一點 立關,是四天 還是立關 必須到我們一四人 來,永興這一個修辭啊 好 好 那,後選這裡有一首道歌 那,各位淺顯 呃 欸 我添回去嗎 這下五分鐘 好 好 好好 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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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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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